其實我們之前也談過很多像是路視字畫 或者是其實在整個地景地畫在改變的構成當中 我們怎麼去看待 我們之前也談過建國市場 或者是其實我們也想要去進步了解 那天其實也想要知道說中區一向一廣 在我們的小時候可能在外國年紀錄像中的話 就覺得第一廣場是很熱鬧的地方 但是在今天大家看到的認知又變得不太一樣 所以一個城市的生與死 我們可能可以透過觀看一個 距離台灣也很近的香港來去做一個對照 那在每次講庭開啟之前呢 我們節目有一個慣例就是會來進行自我介紹 那就是我們大概就是讓各位有10秒鐘到15秒鐘的時間 不要太過嚴格 那所以每次在自我介紹之前 我們都還是問一下大家 就是有沒有第一次來追追星星的 很少今天 所以等一下自我介紹的時候 因為其實不只是講著他 他自己的關卡跟今天 其實我相信 如果是看到在FB的本資頁上面介紹今天的主題 你可能會有你自己的想法 或許你去過香港 或許很多時候大家很低落印象 就是吃東西買東西吃東西買東西 這樣一個slogan 但是那看到香港還可以留什麼 那台中可以哪裡吸引人 其實很多時候 在地的居民跟外來的朋友 一些時候他會問說 你台中哪裡好玩 哪裡好吃 其實我覺得這個經驗值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話大概就是會 有兩位獎者 他們其實在17月份的時候 去了香港一趟 那因為他們之前都很關心 在台中的一些在地的議題 所以會透過他們的觀察 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所以等一下自我介紹 我們大致上可以請大家提想說 欸你是誰 那有什麼啦 或者是 他又出來了 就是你對台中在地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你有沒有去過香港 有去過那你看到些什麼 那如果沒有去過 你對香港的認識 就大概都問哪些 你可能是跟哪些 想像也可以 那可以都可以簡單的談一下 那或者是你搞不好認識講者 是莫名而來是粉絲的 那當然你可以就是 可以先遇到他一下 就是你今天對他們 想要來去分享這個雙城遊記 我相信這不是普通的一個遊記 就是你可能大概有一些期待 可以先跟講者就是說 欸有沒有什麼 期待等一下你在你的分享當中裡面 是可以提到 或是我們後面Q&A的時候 可以一起來討論的 好這樣可以嗎 好那麗媽媽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很久沒有開場 其實其實有點緊張 所以就是10到15秒的時間 那可以請大家 就是一直認識一下 好啊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排 有回去的部分開始 來 大家好 我是李璇 然後今天想要一張照片 高中之後 讓我們要再來後折 所以今天日子有點銷毀 你集中討完嗎 好啊 大家好 我叫袁宇 我是上禮拜參加折舞的活動 所以我想說 這一禮拜再來參加 好 所以這次會聊欸對吧 不想聊喔 先再來一次 大家好 我是玉璇的姐姐 我叫玉璇 然後是我們來參加 大概參加這個女子 然後女子也是 在台灣活動 這場活動的時間 然後從大家覺得 就是文學沙漠 然後到後來自己開始 就是文學之後 發覺狀態中 不應該是文學沙漠 所以聽他講 我會覺得自己拿來去第一看 大家好 我自己幫助 然後 我是一個大學生 所以我覺得 就是可以多去吸收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讓自己思考 對 你有去過香港嗎 有 那你對香港最有印象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其實香港 不是只有 它還有很多譬如說 它的漁村 它的漁島 所以也就是 蠻有趣的地方 可以多去走走 它其實不像台灣 就是 很多人說它跟台灣很像 就是 就是 像是台北到城市 可是其實它有很多 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還聽到 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或許你還可以透過 今天的講者 有些分享 或者是 後面給我聽說 你聽說你做一些 很困難 不要緊張 放輕鬆 因為我緊張 所以我比較快都很緊張 對不對 我們稍微講一下 我覺得像香港那個街景 我小時候看電影的時候 跟 距離去香港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差很多 因為滿街都是周大福 那不是便當 那是周大福 那以前小時候 那港區每次都玩大排檔 或者是那個 配到這邊火兵的那個 那種街頭 其實沒辦法看不到 但是那個 但是那個好像就是 我對香港的一個 我認識那種感情 對 但當然這可能是比較粗簡 跟透過的品項 所以 在我小時候的那個經驗當中 那邊港劇 是不然很重要 像韓定是不然很重要的角色 那 好 大家好 請問您 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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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問那個 黃啟文的那個 城市 城市的讀書會 就是 後來就變成他的粉絲 所以今天大概想 請您看 這樣 粉絲一號出現喔 那個 田調館 全稱是 台中城市 因為有點長 台中城市發展 田調館 這邊有沒有一個方法 那你可以讓他幫我們補述一下 謝謝 來這邊給今天這種介紹 請您講 你怎麼正確的問題 好 我是卓欣 然後我是現在大學 東南海學系 一年級的新生 然後 我也是台中城市發展 田調館的成員之一 但沒有在這裡 好 好 就是其實我今天來自 我想要跟班上香港的情況 所以你想找一下有沒有 就是關於香港文化 對 好 謝謝 就認識想 所以有去過香港嗎 沒有 沒有 所以可以在這邊先做一下那個 小小的功課這樣 好 然後也搭訕一下香港的總局 好 好 謝謝 還有我是子萱 我是高中 三人 然後我今天還是想要看 郭文老師開場 然後 我也是覺得台中是一個 太想要模仿成台北的地方 然後 所以就 丟掉自己本來的那種文化的那種美 然後就 要台語不台語 要台語不台語 然後就這樣似不上可惜的城市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劉沛君 然後我是台北人 那今天會想來就是 就是 因為我覺得 現在 台灣的各個大的城市 其實都面臨到都市很便宜 然後 其實在台北 我有參加過一些就是 多種的一些唱歌 那類的啦 所以就 我覺得可以 在台中也可以多 不要自己講 所以 就是除了台中相反 然後也有朋友 從那個台北 他的那個 站立的基金代價 OK 大家好 我是婷萱 我覺得上禮拜 第一次參加職務 然後就是聽不到這一週的 就是預告的時候 就非常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有身分力的地方 然後 很吸引我 然後想先來這邊 那這樣吧 或是 就是這個附近 我有空一定會過來 那 因為現場我沒有去過 所以我是來這裡學習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福晨 然後我是 台北大學不動產 與 陳江桶界決 但是我對不動產沒有興趣 太誇張了 我是對 陳志英比較有興趣 像是可能 會有徵收 等等的議題 那 我今天會來 一方面是一位 去台北電視 很多人來台中 所以想說會來一下 然後另一方面 也是跟兩位將就 一起去香港 然後想要來聽他們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佑宇 然後我是 楊明英格系 然後就是 最近剛來台中 就是私習 這樣 然後 台中就是 一直以來是一個 半生不熟的一個城市 然後 香港的話 就是 只有去 就是轉記過好幾次 但是從來沒有 真的進去看 那 對香港的認識 就是從 趕不去啊 或是香港的這點距離 這樣子 然後 今天想說 就是 對這議題很有興趣 然後 想更了解這兩個情緒 那你這樣講講 就是想說 那個香港很喜歡拍那種發財的電影 然後就在他旁邊 就住那種很小的公共住宅 可是竟然全部擠在裡面 然後就可能買財圈 然後是夢想說 有一天可以翻身 所以好像香港 就是那種 因為地方小 所以房價高 好像就是武松 以及電影也可以看得到 那台中 比如說他大嗎 小嗎 好像也還好 但是好像也有類似那個 房價也會被套養 嗨大家好 我是戴鳳梨 我小老師譬如說 當晚周年 那周年 那因為我是子綸跟欣妮的粉絲 我到底回來看看他們到底來搞什麼鬼 因為他一直跟我講 他是田吊團 那我一直覺得 田吊團到底是什麼呢 因為我是欣妮的脈 謝謝 媽的歡迎 大家好 我是石聖安 然後 我也是負民而來的 所以我會講這 想看他們 有什麼 特別的 哇 我覺得總覺得今天講的 有點壓力 因為從上個禮拜 有一些新朋友 因為上次聽了針 我就要玩 然後我很期待 就無略說今天講這 然後還有自己的 算是應援團嗎 可是那感覺比較像觀察團 他們去香港觀察 然後今天又有人到現場 來看一下就是 他們這個田吊團 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大家好 我是脈子 我原本 原本只想說 我只想上次一樣 就只這樣 對 不過就是 剛才聽了 我剛才就是有幾個人意見 然後有兩個人發洩 我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 如果這個地方被稱作殺 然後這樣 我為什麼不從今天開始 就要拉什麼 因為 因為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 代表這個地方 它會長進去 這樣子 台中 並不是太想成為台中 而是台中 不知道自己 該長進去 就這樣 謝謝 所以其實在下肥 或是灌溉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可以經歷 也是一個 一個討論 當看不到別人 就是 更可以回到自己的經驗去 去想像 或是拿出說 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 台中 因為我們就在這邊 我們就在這邊 大家好 我是姿佑 我是台中 那我 我看到有 新曲的題目的話 還是有 或是有放手 說過了 大家好 我是何凡基 然後 就是 提到這個議題 對香港的觀眾 就滿有興趣 因為直接也在香港 實際上過 然後是在港島東那邊 就比較老香港的部分 所以就是 蠻想知道 這個交流團 去那邊 他們看到了什麼 然後跟我看到了什麼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漢國 然後是 那個時候 反正去想想要自己 的時候 就是有去香港找 所以就是 想要平常開玩 你大約當時在香港 朋友的時間有多久 你是去實行 然後你是去找他 然後你是去找他 對 對 對 那你 對 對 好 我剛剛的時間找找 那個 那綠色看到香港的 那個目的不太難 因為你有實行的目的 你有去找他的目的 好 那只是場域在香港 好 大家好 我是巧日 很巧合 在這邊 相遇的巧日 因為看到這個哲學心肌舞 我覺得還蠻好奇的 那因為中區 從以前很繁榮的中區 一直到沒落之後的中區 一直到現在有一群人 願意為中區站出來 然後不管是作為中區 或是台中城市發展鐵調的部分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可喜可賀的 那我今天想要來了解 這一群人怎麼樣在中區這裡打拼 怎麼樣能夠帶動中區 這一片 可以把它帶動起來 像以往那樣子 那麼繁榮 我想這應該背後有很多人 在做努力的 那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機會 能夠更了解 這裡現在是怎麼樣在運作 然後怎麼樣在努力 謝謝 謝謝 我是何敏賢 我是何環境的爸爸 因為我們今天一起出來台中玩 聽到他要來聽這個節目 所以我就跟他過來 可以來了解一下 台中怎麼去 舊社區 舊道區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今天有七組七組長 如何講 他叫好 我是第二組長 頭片吳阿達阿達 今年三十歲 好 為我們在神剛工作四年 所以從學一集 比較有興趣 所以其實剛認識這個 那就是想做的劇情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 來自這次 你神剛的朋友 神剛最近其實也 我不能做最近啊 神剛好 我做 叫參加者做台中 欸 怎麼可以 這我還在講話的時候 就介紹下去了 來 正招 再站一下 我們剛剛聲音疊在一個 我叫參加者 我叫做台中 台中 台中哪 台北 台北 我叫神念良 我在台北生 然後台中長大 不過小朋友就去美國了 所以就想起來 所以我們來 我是新龍 我是只有新龍 阿達阿 阿達阿達阿 阿達阿達阿 我上次有在 包吻比較寬的 那個群組 然後其實還想知道 就是他們怎麼樣 跟香港 做交流 其台中跟香港 這樣的城市 最近面臨了很多 相似的 特別是在多根地區 多根地區 多根地區上面的發酵 我還要知道 然後 而且我是 好好的宣傳 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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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今天晚上的廣告市長 我是 林鄉主的股師 你說 林鄉主 我都在一個文化 在中間 開一間 叫 紅石線的 切雀匙 有機會跟獎學的時候,可以去出土地獎 可以去參觀一下,但是時間不夠才會有問題 我想說以後,獎學十多月十七,這天有很多人在獎學 來賣好基金的辦的相關 有關文化學校的,或是很濃烈的東西 你們在聯繫搜尋賴喉,關鍵字賴喉 你就會在做很多相關的儲存,謝謝 大家好,我這樣說過的哲學信息我之後 我們有一些上半地詞應該都有影響 然後,台中就是,對 其實我上禮拜開場的時候,我跟大家特別提到說 地廣場,那我們現在看到台中的 大家有朋友提到中區的,沒落,破敗 那我很希望大家有機會其實我們都去 地廣場這樣的地方去走動 你去看見那個破敗,你去聞見那個不好人的味道 你去聽見你不熟悉的那些聲音 然後去想想看,我們可以為這邊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也希望說像我們哲學信息五這樣的一個在台中 我們可以為這個社區做一點點小小的貢獻 然後可以幫一點忙這樣子 包含香港的部分 包含香港的部分 怎麼像這一樣 香港,差不多一個月都要去一次這樣 好熟好熟喔 對,所以其實比較有,我的另一半是香港人 那,就是所以說,對於香港其實很多地方也都還蠻熟悉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香港自從這個 九七回歸之後 那,整個說,香港在經濟發展上面還是非常的淺 可是我們看到頻度差距越來越大 那這個當中,其實土地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我相信待會兒的分享裡面應該會提到很多 香港在這個土地、房屋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各位朋友可能會最清楚 就是尤其從新聞媒體上面知道 香港那個當房的問題就很清楚 就是說,比如說以我,假設我們以台灣的目前往生的心治水平 什麼是當房? 當,好,我要解釋啦 就是說,它可能一間房子裡面就切割好 比如說,一間房裡面會切割好幾根本 然後就租出去 就很像是我們去學生時代的租牙房那個概念 可是,它絕對是比你所租的那個牙房的條件還要差 非常的差 那,可是那個租金非常的困難 那,所以說就是 這種問題,就是居住的問題呢 其實在香港,變得越來越嚴重 那,呃,加上我自己也是常 因為經常跑 所以特別,呃,很多感受就會特別的深 那,我想說今天 呃,兩位,呃,來雨潭的 可能他們會有更好的一些觀察跟分享 大概這樣 OK,你們還沒有朋友可以介紹的 好辦的朋友,你要講一下這個空間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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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請問今天是第一次來好辦的一次,你有哪幾位? 嗨 新朋友,歡迎你們來好辦 好辦 好辦這邊,白天一到五的時候是共同工作空間 從白天到晚上七點時間 這邊就是會具體的 可能有不同專業裡面的人 或是獨立工作者或是創業家會在這裡工作 他們主要會在二樓工作 那,因為大家都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可以創造出不同專業的交流 然後可能會有一夜結合 或是可能彼此的生活上面是那個價值管理交換 會有這樣的效力 那,另外好辦還有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社會創新 所以好辦希望可以成為在中部地區的社會創新時間的平台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舊成再生 那,搭配舊成再生 我們就辦了一下舊成專業行為 還有聚餐市集之間的活動 明天還有一天聚餐市集 歡迎大家到台中公園找我們 這裡找回報告 然後接下來呢 還會有一個 請看後面 後面有一個是生活在舊成的30天的活動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11月中 會有一系列的活動 然後包含了無常消率師 還有舊成的編輯課 然後還會有攝影的工作方 歡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那一份地圖就只要30元 就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來找我們或是明天來試集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好的 那剛剛好像我開場的時候都會忘記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自我切小菜 但很好,我們是錢 然後因為這樣有人cue我 因為就是我之前都不會講說我是公平老師 但是我今天也有一位弟老師 所以他接下來的分享會從就是 他自己去香港觀察完之後 然後回到課堂當中 他怎麼樣把這個紀念設計成課程 然後跟同學做分享 我覺得這一塊也非常值得我們去聽 因為現在常常講說 考試的內容就是 下課的內容就是為了考試 好像很多時候就是這個角度而已 但是如果能夠比較更應用 而且跟自己所屬的地方 能夠做一些情緒和文化 應該是非常非常的棒 OK,那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他同時也是賴門基金會場中 裡面非常厲害的導演員 然後所以如果 雖然我在台中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彰化的話 其實剛剛其實大哥也有介紹過 可以早跟他們這邊來做聯繫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主持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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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